有些朋友和客戶朋友问我说 如果说我们这个农地在买卖过程当中 我们举例普遇计划这个案子 有些普遇计划它上面是有违建 违规使用 它农地是完全就是纯农用 要不要缴土沉税 如果我们农地在买卖之后的过程当中 它上面被发现有放围墙 打水泥 土地有打水泥 或是有本来你这农舍是30平方 30瓶一层 你盖两层 申请两层 但是你第三楼是不是铁皮 铁皮有违建 那这个农地的买卖 加这个农舍 它就必须缴土沉税 第二个状态 如果这个农地上面 原本第一手买卖的时候 是全部都是铁 第二手的人呢 他在这个铁上面 加打了水泥地瓶 比如说他是要放车或是放个货柜屋 那这个要卖到第三手的时候 那第二手的地主要缴土地增值税 那为什么要缴土增值税 如果他维持农业使用 去县政府或是地方乡镇公司 我申请叫做农业 叫做农刊证明 叫做农业使用证明 那这块地也就不用缴土增值税 但你会问我啊 都已经打了水泥也放了货柜 那该怎么办 在实物操作上很简单 你要恢复农业使用 第二手的人呢 要把水泥全部剔除 把泥土覆盖回去 把后柜屋掉走 全部哦 在这地界上的所有的建筑物 或是所有的水泥设施围墙 全部要把它拆掉 恢复到农业 农业使用 那你这块地就有机会 取得农业使用证明 那这样就不用缴土增税 那你知道吗 如果不用缴土增税 地主不用缴土增税 它的房地合一也不用缴 这其实很重要 那你也有可能 因为卖第二手 卖这个农地的 赚一百万 它要缴房地合一 房地合一就看你持有几天 分别是40% 35% 跟20%的房地合一 所以如果 反过来讲 如果不用缴土增税 也就不用缴什么 房地合一 所以农业使用证明 有没有很重要 很重要 就这样子 跟大家分享一下